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外贸协会会展场所装潢作业规范 特别订定了装潢承包商 去先参加外贸协会所办理的 外贸协会会展场所施工安全须知的训练课程 通过受训并取得上课证明后 即可向本会申请办理承包商登记 及请领会展场所服务证 进入外贸协会所属会展场所施工 这项安全训练课程每年定期办理 课程规划有五大项 包括门禁及公共安全 职业安全卫生 用电安全 消防安全 紧急医护等 现在就先为各位介绍 门禁及公共安全的相关规定 当一个展览结束彻场 紧接着另一个展览开始进场的这段期间 可说是会展场所最忙碌的时刻 施工人员 车辆 材料及展品 陆陆续续涌入会场 在分秒并争的赶工装潢下 难免因为疏忽或不了解作业规定和安全规范 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并损及到公共安全 得鉴于此 门单员将针对门禁和车辆管制 以及进出场作业做重点说明 这是维护会展场所公共安全中 很重要的一环 希望各位都能确实遵守 在进场期间 进入展场人员 迎凭本会所发放会展场所 服务证件入场 严禁膝带 翼豹 翼然 违禁等危险物品入场 外贸协会与会展场所 会派机动及助管警卫 特别注意可疑人 事 物的异常状况 随时注意施工安全及人车进出管控 并做现场监控管制 在开始车厂后第一小时 会展场所 禁止膝带和踢入场作业 在车辆管制方面 2.5段以下现用电动或瓦斯堆高机作业 2.5段以上不在此线 小客车不得进入展览场 进场的车辆到达定位后 必须关闭引擎 会展场所内车辆行车速度 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公里 世贸一管 世贸一管 世贸三管特别规定 世贸一管一楼展场地板载重上限为 每平方公尺1300公斤 世贸三管一楼展场地板载重上限为 每平方公尺2000公斤 展品或装潢品如超越限重者 请拆解分装后方可进入 邮局与景观电梯前方通道 车辆不得穿越 此外要特别注意展场入口的高度限制 世贸一管展场入口高4.2公尺 宽7公尺 世贸三管展场线高为4.47公尺 宽6.5公尺 货车 展品或装潢品如有超限 请拆解分装后进入 撤厂时如有需要抓斗车清除废弃物 应事先提出申请 抓斗车作业地点限于世贸一管A、B、C区 沿进于D区及展馆外围主要出入口作业 此外依规定禁止吊车及抓斗车 进入世贸三管展场内作业 台北南港展览馆一管特别规定 各区货车皆现由展馆登侧进入 到云端展场的车辆需由货车斜坡到上楼 云端展场全区的货车限高为4公尺 车辆或货物总高度超过4公尺者 需向本中心管理组提出申请 经许可后依指定动线及时间入场 云端展场地板载重每平方公尺5000公斤 云端展场地板载重每平方公尺2000公斤 展品或装潜品如超越限重者 请拆解分装后才可进入 展场内及外围公共区域 禁止抓斗车进场作业 国际会议中心特别规定 会议中心地下停车场 车道限高3.8公尺 装潜材料之进出应由地下停车场 搭乘11、13、14号货期 且运送的物品不得超过各货梯标示规格 并应留意各出入口与走廊间 天花板高低的变化 以免碰撞 会议中心大会堂举办活动时 厨医规定申请许可外 舞台上的悬挂钢梁 每个点限载重量200公斤 令舞台上吊杆限载重量200公斤以内 而且需吊挂妥当 以免脱落造成危险 会议中心在101、201会议室 及公共区域设有固定式挂钩或挂画轨道 供悬挂海报或文宣物 一楼服务台备有挂画绳索 免费借厂商洽借 厂商在制作海报或文宣物时 应打孔补墙以免脱落 吊挂作业应使用高空作业车及安全锁 以确保安全 严禁使用大头针、珠针、双面胶 或魔鬼毡等方式悬挂 楼板载重限制为每平方公尺400公斤 乘租的展览区域包含摊位及公共走道 应满铺地毯 并限于租用区域进行装潢布置工作 施工时应于地毯上加铺保护物 如PVC 胶布 此外地面严禁使用钢钉 以上是各会展场的门禁和车辆管制等的规范说明 其他细节如各式施工车辆和货品于各展场内的限高和限重 入场申请作业以及空物防治法规等等 请参阅外贸协会会展场所装潢作业规范都有详尽的说明 啊 危险 危险 小心 各位看 这个动作多危险 摔下来怎么办 所以为了防范未然 我们就必须强调职业安全卫生 所谓职业安全卫生 是政府为防止职业灾害 保障工作者安全所订定的相关法规 外贸协会依此目标和权责 在业务范围内制定了多项安全卫生规范 施工单位除应遵守施工前安全卫生承诺书 及施工现场作业危害因素告知单外 其他相关规定请上外贸协会网站参阅 工程承拦作业单位应于活动前告知施工者 有关作业环境危害因素 作业时应注意事项 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令规定 采取必要值安全卫生措施 首先 展场作业期间 进入展场所有人都要正确佩戴安全帽 严禁木梯入场作业 两公尺以上的作业一规定 不得使用合梯 必须使用施工架或高空作业车 且需固定好安全细材 两公尺以下得使用合梯 但不得以螃蟹走路方式移位 以免发生危险 会展场所内是严禁抽烟的 围者将以祭典方式处罚 当祭典超过三点即丧失装潢厂商登记资格 一年内不得进入外贸协会会展场所施工 严禁于会展场所内饮酒 嚼食冰榔或口香糖 此外为顾及形象及安全 会展场所内禁止打赤膊或穿着拖鞋 与会展场所刷漆作业时 需使用水溶性漆 而且作业时漆料不得污染地面 应先使用PVC布或甲板铺于地面后再施工 严禁将剩余的漆料 请导入厕所、洗手台及马桶内 应再指定洗涤槽、洗涤漆料器具 会展场所内严禁使用装钉、铺漆、电锯 此外不得拒绝、规避或妨碍政府劳动部门劳检人员现场检查 为者将被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摊位用水用电之需求 应向借用单位提出申请 并由借用单位汇总向管理单位申请 水电施工单位均需具有甲级电气承装业证照 并且向外贸协会相关单位完成登记 且施工人员需持有合格证照 使得入厂施工 远禁拆除 远禁拆除及破坏展场用电设施 或配件与展场用电设施不相融之电器配件 以免导致设设备过载或不良 造成跳电、走火等以外 禁止装置霓虹灯 即闪瘦、跳动或旋转式之跳灯及颤灯 各种灯具不得向上方照射 以避免落雾停留于灯照上 日热燃烧造成危险 外贸协会会展场所配线沟槽 进攻配线使用 沿进排水于配线沟槽内 以免造成跳电、走火等意外 未经外贸协会同意 不得于摊位内自设空调设备 未配合拆除者 得处以新台币1万元罚款 及停止供电 从以上的说明 相信大家对用电安全的重要性 都已经有了深刻的认知 但光是了解 是不够的哦 还要有强而勇力的监督 因此外贸协会为了强化展场用电安全 特别制定用电安全三级品管精致 希望借用单位、参展厂商 及装潢厂商都能配合落实 共同做好公共安全 首先是第一级自主管理 由具有甲级电器 承装业登记正照之厂商 于展览进场期间 实施展厂摊位用电安全自主管理检查 并将自主检查表交交管理单位 第二级是管理单位查核 管理单位水电维护合约厂商 于送电前 完成展厂摊位用电安全检查 检测不合格之摊位将占不供电 并张贴改善通知单 直至摊位改善完成 并由管理单位检测确认后 即可供应该摊位用电 第三级是由第三方机查 由用电设备检验维护厂商 太原于进场送电当天 巡检变电站 展厂配电盘等相关电力设备 外贸协会所属的会展场所 包括世贸艺馆 世贸三馆 会议中心及南港驿馆等 这些都是属于室内大型开放空间 可容纳数百到上千个摊位 每逢大型展览期间 涌入的参观人潮更是数以万计 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因此外贸协会特别重视 会展场所的消防安全 除了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外 对于会展场所的消防设备配置 维护及逃生动线上 做好万全的准备 确实达到安全优质的会展场所品质 以世贸艺馆一楼会展场所为例 A B C D四个展区 共计配置有35个消防宣箱 三层展览摊位 如有封顶者或两层楼摊位设计者 摊位内均应具备至少2尺10磅 A B C 干粉灭火器 以消防法规定 以消防法规定 摊位装潢应使用有防燕标章的材料 包含地毯、窗帘、布幕 展示用广告板 及其他指定制防燕物品 世贸艺馆二楼 禁止木造装潢 装潢必须使用具防变、即可回收 或重复使用的环保材料 此外 严禁封闭配电箱 消防设备 逃生安全门 及各类标志 并且不得阻塞逃生动线 这里是医护室 在展会活动时 都备有医护人员执勤 除了医护人员进驻 轮值的现场警卫也均接受基本急救训练 平均每半年办理一次基本急救训练 包含CPR急救演练 及AED操作 外贸协会各个会展场所 均已取得AED安心场所认证 此外 还定有意外事故处理作业SOP 可供相关人员遵循 倘若会展场所逢假日或台风期间 皆有高情主管值班 当遇重大事故则由其统筹处理或协助处理 此外 当遇有重大意外事故时 除通报119处理外 在救护车到达前 由护士现场紧急处理 凡事遇则理不遇则废 本篇内容是依据外贸协会会展场所 装房作业规范相关施工规定 为蓝本制作拍摄 提供训练上课及测验试体用 请各位装房施工人员 要确实首读了解 外贸协会会展场所装房作业规范相关规定 以确保施工期间人员 经一体设备之安全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 祝大家平安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